大家好,我是阿柴,我们又见面了 我好长时间没有玩RA模拟器了 今天下午,今天是礼拜六 下午有时间我折腾了一下 我发现我玩RA模拟器游戏的时间非常少 远不如我折腾RA模拟器的时间多 话不多说 今天研究了两点和各位同学 各位分享一下 估计得用两个视频 一个是显示驱动模式 我最近换了显卡 以前用的是1060 6G 那个显卡带这种模拟器游戏还是绰绰有余的 几乎感觉不出来占用 我现在换成了一个老显卡 是AMD的R9370 和HD7850性能差不多 比较老的那种显卡 没想到也可以玩 但是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玩RA模拟器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3D性能占用很多 因为这种3D性能占用 在以前的GTX 1066下面是感觉不到的 但是在这块显卡上 竟然感觉到了 我开始以为是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后来发现并没有问题 不过通过我的研究 我找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研究的一个知识点 和各位分享一下 在这个第二个菜单里 设置里面有一个驱动程式 或者是在影像里 我们先看一下驱动程式 驱动程式里面有一个影像驱动程式 现在用的是D3D11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 退回到这个界面 进入影像 影像里面第二项有一个输出 它也有一个影像驱动程式 和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以第一个驱动程式 驱动程序来说 它这个驱动程序里面有很多 有显卡的手柄的声音的很多 这个视频的支持点就是说一下 我对这个RM模拟器的影像 也就是图像驱动模式的一些小研究 我以前使用的是默认的 是GL 也就是OpenGL 我今天在研究的时候 在RM模拟器的官网上 我发现了一个信息 它说 它说从D3D10到D3D11到D3D12 还有WUKAN 这些驱动模式都是比较先进的 还有一个OpenGL Core 也都是比较先进的驱动模式 驱动程序 像这个GL是比较老的了 看来我以前一直是用一个比较老的驱动模式 那这个新的驱动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我后来进行了一些测试 在这个WUKAN还有D3D11和10下面 我最终选择了D3D11 因为这是A卡 它对WUKAN和OpenGL 也就是GL Core 支持的可能不如D3D11 但是我没有感觉的太明显 从网上说的嘛 那就选择一个坚重性比较好的模式 我选择的是D3D11 根据你的显卡配置 你可以试一下 像D3D10 11 12 还有WUKAN 还有OpenGL Core 都是可以的 这些都是比较新的驱动模式 这个驱动模式一改变之后 玩游戏的效果有很大的变化 变化在哪 就是这个渲染器 我之前分享过渲染器 比如我现在玩的这个 这个FC模拟器 它用的是看一下它的渲染器 在这个位置 我以前在教程里和大家分享过 默认进入的是这个目录 这个shider-cg 它对应的是OpenENGL 如果刚才的显示驱动模式 用的是OpenENGL 也就是第一个GL 选择这个是没问题的 选择这个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CRT 以前教过大家 然后在shider里面选择那个 现在是看不清楚了 是这个 但现在是看不到了 往回退 退回到这个界面 可以简单的把这个-cg的这个目录的渲染器 理解成为是一个比较老模式的渲染器 那现在我使用的是D3D11 或者是WUKAN 这种的比较新的驱动程序 可以使用新型的渲染器 也就是这个 shiders-SLANG 怎么拼我不知道了 是SLANG 记住是这个 如果你用的是老的OpenGL的驱动程序 是不能使用这个里面的渲染器的 这个能理解吧 如果你使用的是新的驱动程序 那就用新的渲染器 如果你用的是老的驱动程序 那就用老的渲染器 现在用的是新的显示驱动 所以要用新的渲染器 这个新的渲染器里面也是有CRT的 CRT然后找到那个我们经常用的 在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这个 这组渲染器 另外关于这个渲染器呢 我再说一下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渲染器名称 是非常简短的 它是这一组渲染器里的完整版 我现在用的是它 如果你的显卡性能不行 可以用它的简化版 那就是这个 这是它的简化版 效果还不错 但是对显卡的依赖程度没那么高 适合一比较低端的显卡 我目前这个显卡 还是可以使它的完整版的 如果你用的是Intel极显 可以用这个版本的渲染器 后面加一个Intel 这也是完整版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 它还有一个Intel的简版的一个渲染器 就是这个 这是关于显示驱动和新的渲染器 使用了新的渲染器之后 加载成功之后 然后把它我把它存储为全局的渲染器 不论是玩CPS1游戏还是FC游戏 都用这个渲染器 另外这个显示驱动加这个渲染器 我感觉在应用的时候 在调用的时候速度要慢了一些 比之前的OpenGL速度要慢一些 好说了半天给各位看一下效果吧 最常见呢 最常见的就是接吧 永远偶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换一个FC的 在加载的时候确实慢了 而且慢了几倍 估计和这个显示驱动有很大关系 关于这个边框和显示比例 我也和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也挺有意思 感谢观看